赢家看趋势 输家看涨跌 刀成风 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 台积电今天大跌 以全职股老大哥的姿态 跌了将近四个百分点以上 这四个百分点 当然我都认为说 股价它有正常的一个波动 它有正常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修正 但沈本老师其实都很不喜欢 在盘中 特定的财经节目 会传 会释放所谓的一个利空消息 但你可以说 它是提醒 你也可以说 它是在报道一个事实 但我都认为 行情在交易的过程之中 我都不希望有任何的利多或利空 来干扰这市场上的一个 交易的上的一个运作 各位你试着想 去年 今年是2022年 2021年的5月 那惊天动地的一跌 就是那个5月份 我们的防疫上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努力 好像在那个时候 有一点点松动了 所以在确诊的人数上 从零 以前我们说 想想想起来 加零 开始好像 慢慢在 所谓的一个 止不住的一个攀升 这样的一个利空 在当时候的时空背景之下 台北股市涨了多少 一次向下 很大的一个修正 这就是在盘中 所引起的一个震荡 今天也是 那今天的盘中震荡是什么 台积电 魏哲家 除了3奈米 这是即将要量产的一个 所谓的产线 热门的产线 研发工程师 设备工程师 任何的职位 只要是在3奈米以下的 抱歉 还是准时在工作岗位上 其他的像7奈米 甚至是7奈米以上的 成熟制成的 你们要放下就放下 这是不是利空 我认为这是战略性的一个 所谓的人力上的一个调度 当然去库存化 下游再去库存 上游 尤其是帮忙制造代工的 一定会受到影响 只是这个消息 要在当时候说吗 要在今天的盘中说吗 这我打上一个大问号 所以如果你问陈锋老师说 那现在的整体的一个 总经的一个环境 是不是恶化了 我会告诉你几个 我所看到的一个方向 一个观察 一个现象 我想在今天的台股战略下 来跟各位投资朋友 来做一个分享 那既然今天的台积电 来我们先打开线图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积电 今天的台积电 旧技术面 来各位 我们现在是分两块来走 旧技术面而言 的确 它在这样的一个下跌里面 它在这个小盘整的一个区域里面 的确是失守了 我们就先论线 这是以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但是如果陈锋老师告诉你 台积电的技术能力 在未来是需要 这一家公司的时候 我想起反问你 过去的600元 你没有买到 688你没有买到 你也不敢买 在500元的时候 你也不敢买 在300元的时候 371元 跌破400元的时候 你也不敢买 那我先请教你 你什么时候才能买 你什么时候才会买 投资是一件很调诡的事 就是说 有时候好像要让贵 买贵了 才会觉得你真正拥有这家公司 这有点像我们在买那个精品 我们在买那个LV的包包 或者是像Gucci的这些包包 我都还要比人贵 你这家多少 我这家五万 我这家十一万 你这家的波金包 五十万 他就觉得五十万的比较好 五十万的波金包比较好 用料比较好 背起来舒适度比较好 我常讲 五十万的包包 跟五万的包包 如果以一个长期增值的角度 五十万的薄金包的速度会比较快 还是那五万块的 如果是经典的 畅销的 稀有的 功能性跟五十万的是一样的 请问一下 你要买五十的还是要买五万 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就好了 今天我不是在跟你拆台积电的一个低点 是不是就在今天的371块 我是在问你 你认不认同台积电这一家公司 就这样子而已吗 以股票的买卖 要买在绝对低点 来我告诉你 以台积电的绝对低点 你们都不敢买的啦 请问一下 这个低点你们敢买吗 2022年的3月19号 SARS 不是COVID-19 不是SARS 新冠肺炎 跌成这样 一张只剩下23块 更正 一张只剩下23万 你敢买吗 一张不敢买了4万 一般的上班族差不多6个月的薪水 剩下3万3万 剩4万 一公里剩4万啦 大约半个人的薪水啦 你敢买吗 你说我不敢 因为联组会降息 一次降四马 而且是在周六发表的 我不敢买 那当时很恐怖 那当时刚刚 那个什么 美是美国那位佛器 就来讲说这个股有多严重 这怎么样 每天都是 结果呢 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复盘的方式嘛 结果呢 7月28 3月19号 都还在低点 235.5 一张24万 就过了4个月 将近快要5个月 台积电来到466 涨停 涨停 各位懵就涨停 四百六十六块 四个月后 翻一倍 很多投资本就二完啦 我哪也没买啦 我怎么没有买 各位我现在在想的 都是你们的心情 我怎么没有买 好 上天会不会给 投资本第二次的机会 不会啊 不管是多头 不管是真的是 那是有时候被套住 要不要解套 都会给你第二次的机会 做多也是 你说466 我怎么没有买 我怎么没有 在235.5的时候买 好 就在当年的11月13号 又经过了4个月的盘整 上上下下 上中下下 终于又用一根 用一根怎么样 大涨了4.76% 来到了收盘 来到484块 冲破了这个区间 各位冲破了这个区间 来 第二次机会 你买了没 你买了吗 还是没有买 你还是没有买 然后呢 哇 一路看到这档股票 直接从480块 再次飙到收 673元 同事朋友 你可曾看过 全职股用这样的方式 尤其是老大 用这样的方式 就在2021年 创下了 所谓的历史上的一个 当时候来讲 是历史上的一个先告 这档还有第三次机会 什么叫第三次机会 来各位 这个大碟 有没有看到 非常恐怖的这个大碟 这就是陈峰老师 刚刚在节目上所讲的 刚讲 你有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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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号 分正 5月12号 陈峰老师也是难忘的一天 大碟 开567 最低来到518 最后收跌1.39% 那请下这里 你有没有买 这里又是再一次的机会 560块 你有没有减赔 你说 陈峰老师 我没有 对了嘛 给你的这么多次机会 那陈峰老师 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 当然我的做多的档数 变少了 为什么 来看文章 我的手势 这样下去 脸要强短的那一个瞬间 在操作上 都还是什么 都还是需要拿捏 现在陈峰老师 再问你一次 经过前面的一个复盘 经过前面 陈峰老师告诉你 每一次的台积电的低点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有他吗 你敢有意 你手中没火 起来 你要跟人玩什么 你拨刀算 在弄的时候 你不敢 在去的小孩的时候 你不敢 我在跟你说的是 这家公司是有潜力的 来 今天跌了 你买了吗 这些是停损的 76299 7.6万张 这是停损量 所以每一次的低点 其实大家都 盘式都给你机会 每一次的低点 都给你机会 当然 我现在讲的是什么 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我不是以短线上的一个价差 来跟你说 你要来买台积电 我就用一个竞争力 在还没有消退的台积电 状况之下 这样的低价 你愿不愿意付出这样的钱 来买金 如果你愿意 恭喜你 你是高手 恭喜你 你是高手 那为什么在这里 什么老师会认为 你赢民很大 因为大家都没要玩了 大家都这个高线 大家都没要玩的时候 比你超盘功力 比你超盘功力 比你烂的都不玩了 比你好的都还在厂上 当然每个人在厂上的人各出其招 但我今天如果用一个长期做多的角度来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赢民很大 大家都没要玩了 大家都在怕 这个消化你没要求 我是假设它竞争力没有变 它竞争力如果变差 如果三星能够干掉台积电 抱歉这里 我没有这么强烈的信心告诉你说 台积电可以买 现在没去 很多人说陈锋你在软销 这个要不不去 来 你在这的时候 你敢不想到台积电可以碰到600块钱 你会想到那时候台积电 24万 经过了四个月 它就翻了快要一倍 再经过四个月 它是涨到600多块了 你可曾想过吗 没有啦 就说有可曾想过 长荣会一标从18块标到200多块吗 都没有 行情总是让人始料未及 关键是你在相对低点的时候 你有没有真正深刻的认识到这家公司 它的一个所谓的长期的竞争力 是没有消退的 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你有 那怎么在这个时候 你却缩手 你却缩手 因为恐惧 所以陈本老师今天 用这样的观点 这个观点来告诉你 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 来 我们来看看 大盘 整体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有没有超点 各位这五线幅 你不要把它想得太难 黄线 就是 两倍的标准差 就是说极端的好 就像台积电 碰到 买700块 那个改变 就是说行情太好 太热了 它终究要修正 要校正回归 要回到所谓的君子 那现在的一个台北股市是什么状况 超跌 超跌 已经跌破了什么 各位 我们来看这一点 我们来看这一点 这一点是多少 3月19 3月19 最低的点 有没有在绿色线之下 绿色线之下是什么 跌了两倍的标准差之外 那是一个极端子 所以当时的后 当时候呢 我们的股价是收在多少 是收在8681点 3月19号 可是两倍的标准差是多少 8962点 跌超过了 跪逃一样 来 我们进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 就昨天 就今天的 我们就今天的 今天数据已经出来了 10月25号 来 来看一下 10月25号 它的两倍差 是两倍的标准差 往价格比较少 两倍的标准差 是多少 14581点 那现在呢 差一咪咪 差一咪咪 现在是一万 一万2666点 超跌 跌过头了 那学校 有没有便宜可以减 你去思考这一点 今天我是用一个 在长期的竞争力的状况 没有消退的情况 私下 今天我是用一个 长期投资的一个观点 来告诉各位投资朋友的时候 再用大盘 已经跌破了 所谓的极端子 两倍的标准差 你不要想得太难 跌过头了 超跌了 那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来建立你自己的多担部位 刚刚的观点 长期投资 竞争力 我已经讲过了 我用一个大方向 又来告诉你 现在的台北股市 正是你进场的一个好时机 当然这个部分 昨量 你不要买房 overboard frightened 我不是在告诉你要说 我是在告诉你说 现在的台积电 如果你没有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考虑 能够分批着量的进场 是这个概念 那如果让整体的一个联准会 能够在这个时候 能够在这个时候 升息这辣稍急 有没有这机会 有 那必须要我们接下来跟你讲 除非信用利差直接飙升 垃圾在 它的所谓的资历域 直接飙到多少 飙到18% 19% 那这样的话 整个债券市场 可能会面临到流动性风险 联准会在升息这一块 就会非常非常的小心 就不会来这么快了 不过叫安供每一次都升三码 如果11月再升三码 那其实经济体 也必须要垫垫精量 也必须要拿你面下 最近陈宏老师讲 在开头 讲跟你们讲这么多 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磐室在不同阶段 每一个人都有任何的角度 任何的一个手法 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以做多而言 就以过去的历史而言 做多的天数 永远是大 做空的天数 做多长一百天 做空呢 盘室走空呢 大概只有20到30天 我讲的是什么 一个比例上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现在 接下来的行情 就是走一百天 然后跌个30天 不是 比例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现在称便宜买进 是不是好事 是 可是这样的观点呢 大投资人 不能够怎么样 不能够激起他们兴趣 可是 真正让你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来 再让你看一次 235 400多块 再来呢 过了大概半年 再一次的翻倍 好开心啊 这一段的人好开心啊 这一段的人也好开心啊 怎么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策略嘛 他在这么繁复的状况之下 他还是能够获利嘛 那问题是 陈锋老师请问大家 你们的角度感不吹到啊 角度有找到了吗 操作的手法有找到了吗 如果没有 是不是陈锋老师这个观念 今天可以洗洗你们的大佬 洗洗你们的大佬 以长期投资而言 短线上 我不会告诉你说 你今天买在这里 明天就会赚 没有这一回事 没有这一回事 但是 我老师可以告诉你 现在我在告诉你的 就是一个操作上的一个 什么样的手法 所以只要信用力差 没有大幅增加到18% 19%以上 那这个盘式 当然短期间内还是会震荡 震荡就是一个机会 震荡就是可以让你在这个时候 能够减到真正的一个钻石 能够减到真正的一个珍珠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今天台北股市到台积电到这里 就是低点 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建立你的基本上的一个部位 现在我们等的是什么 我们等的是外资 就是外资 金管会的限空力 我告诉你没有用的 我已经讲过了 实质上还是需要有买盘 因为多头就是要有买盘 不是多头要有限空力 不是 本末导致 更不能够资本管制 千万不能资本管制 所以你现在 陈鲁老师邀请各位投资朋友 你在今天有些人高兴 有些人放空他好高兴 有些人做得多 他幽云产物的 你觉得我年薪都没有避免 可是我不管你是哪一个 哪一个区块的人 我都希望你尽下心来 好好想一想 好好思考这件事情 台积电 是不是真的你想要的一个公司 包括联电 各位 联电在成熟制程上的一个优势 过去他在先进制程 打不过台积电 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台积电一个股价是这样 一个股价是这样 但是在成熟制程 所累积出来的那一个学习的曲线 有没有加快 加快了 经验也够了 那未来需不需要 联电的成熟制程 一定要 一定要 先进制程可以用到车子上吗 想太多了 那个要吹风 淋雨 日晒 这种高阶电脑的电路板 在外面 在道路上 在太阳底下 那是没法度的 那是没法度的 所以联电现在 一张纯四万 联电外来会不会一张一百块 机会非常大 大户在囤 大户我告诉你 他人家的战略眼光是远的 一般来他会减 我来说 减减也是减的 但是人知道 我知道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操作这一档 我们要的是什么 陈总老师问你 你们要的是什么 今天如果说 陈总老师 你有没有今天买进明天掌停的 现阶段 很坦白 很诚恳的告诉大家 没那些事情 地费就是那种压力的 那才有机会 其中股票我没买 KY我没买 今天还有股票 大跌三十几% 一天而已 这也不知道什么股票 新贵的共性 盘中大跌三十三% 一天而已 这都停顺的 所以专注在你想要的方向 找出你想要的策略 找出你要的方法 巩固你的中心思想 未来长期是看多还是看空 绝对是看多 如果都看空 这样大家股权 股票也不用玩了 债券也不用玩了 什么东西也不用玩了 就都败了 要再算什么 但是整个社会如果是进步的 整个资本主义是带领着社会 能够在GDP上成长的 那我告诉大家 这里你就要试着 抛开你过去就有的观念 你就必须要买股票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一张两张 一张两张 五百股六百股 如果你愿意买 如果你敢买 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就会赚到钱 你就会赚到钱 台积电 现在这个价位慢慢开始 那一个所谓的甜甜价 已经出来了 至于多甜 你必须买进才知道 你必须买进 你才会了解 从过去的2020年 3月19号 到2020年的7月中旬 到2021年的1月中旬 从235块的台积电 从442块的台积电 到最后688块的台积电 我想告诉你 你过去你都没有参与 后面你更要在逢低的时候 试着打破就有的观念 重新伸出你的双手 接下台积电的股票 那我告诉你 你就有机会 在下一次的多头里面 我们不要说多头 就是说 事况转好的时候 升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没有这么强烈的时候 你就能够尝到过去 你低阶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甜头 你就可以尝受得到 所以今天陈锋老师花了一点时间 来告诉大家 陈锋老师的一个操作逻辑 操作想法 希望投资朋友 你能够听得进去 你能够了解说 原来操作就是这么如此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呢 没有关系 来各位 我们来看看 加入陈锋老师的TG 加入陈锋老师的Ninead 这里的行情 只要你是现股的 不用害怕 只要你这是融资的 麻烦请小心 掌握住自己的方向 掌握住自己的操作上的一个逻辑 陈锋老师想告诉你 能够在低点做出动作的人 绝对比起在高点做出动作的人 好上好几万倍 这句话听进去 吸收进去 将来你也可以成为高手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抄叠过后的大盘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值得我们来关注 明天同志时间 我们再会 拜拜